一次性植物vs精卫巨人,谁用的次数最少? 欢迎来到精卫巨人很烦恼的测试节目 自从精卫巨人更新后,基本上测试小白鼠就都变成他的主场了 这里用无敌树根卡两个精卫巨人 一次性植物一次登场,我们看看谁能用最少的植物打败他 第一个是难探索者,最后用了五个,就把两个精卫巨人给打败,攻击力真心高 第二个登场的是火爆辣椒,我们看看需要几个 4个人, I can go over it. 3个人,我们可以变成那种颜色的 好处理的很多人,这些颜色看起来 一个了,就是这些好处理的 一段时间,我们先打算一下 看起来的悬券多高 15个人,就不会当下班再度数一下 好处理! 数了一下 用了12个 成绩不太理想 第三个登场的是爆裂葡萄 用了8个 比兰卡是男孩迅速 第四个登场的是樱桃炸弹 一共用了9个 差点追上葡萄 第五个登场的是警报雌姑 这个小老弟会释放大招 三个就击败巨人 第六个登场的是翻石岭 在释放大招的情况下 也用了6个 最后一个是窝瓜 在释放大招的情况下 用了3个 主要是他太欧黄了 好了 本期视频到此结束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